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就是 可以有更多開口表達的機會 同時也有老師幫我們看 哪裡可以再講得更好 我是陳昭熙 我高中是就讀新竹的實驗高中 利用學生二階就考上 中國醫藥大學的醫學系 我在這邊報名的課程就是 其中有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爸他其實是利用生氣障礙手冊 為什麼會有這個手冊 就是他手部曾經因為實驗意外 還導致手指被捲進那個實驗機器 他那時候就有一個外科醫師很厲害 幫他做了腹部皮板手術 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外科手術 他告訴我這個故事也讓我得到一些啟發 我希望可以藉由自己的能力 考上醫科之後 當一個醫生去幫助別人 我們要看到我學測二階只過了兩間 因為總共可以停六個支援 然後我只過兩間他就很緊張 他就到處找 所以他就找到了征戰 那我覺得 這個課程看起來很完整 也看起來不錯 那榜單也很好 所以我就決定來征戰 征戰跟外面補習班最大的不同就是 征戰的老師 會準備很多題目 讓大家可以踴躍的上台發表 就是練習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可以藉由學習彼此的 可能是比較好的優點 那把這個東西學起來以後 上台就可以講到 那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就是 可以有更多開口表達的機會 那同時也有老師幫我們看 哪裡可以再講得更好 其實那時候我自己 看到自己只過兩間也是有點緊張 那我 也就想說 看我可不可以同時 準備讀一下書 當作一個備用 那同時也練一下自己的面試技巧 所以我一直到 三月底 快四月初的時候才開始 全力地放在二階這方面 我覺得幫助最大應該是 多重情境 那為什麼幫助最大 就是老師提供了很多 不一樣的很神奇的一些 臨場的一個情境 讓我們試著去回答 那我覺得這個在面試上 很有幫助 就不會突然被奇怪的問題嚇到 我記得那時候是 我們要去草原上PPL的課 那時候何醫師就出了一個 很神奇的題目就是 如果人類有偽追會怎樣 然後大家都討論很熱烈 從個人從演化開始一直討論 然後一直討論到社會學 有尾巴要怎麼辦 褲子要怎麼改良 那COVID-19要怎麼預防 接觸傳染之類的 後來又討論到尾巴 如果有骨刺會怎樣 然後那時候 何醫師本身是醫師吧 然後就 就跟大家討論很開心 每日一提的問答 然後那個問答就是包含各種各樣 各方面 包含我剛前面講到的 情境問答 或是比較專業的 可能是看病人的病例 看要怎麼應對之類的 那這是每天都有 那老師晚上也會 不管是用文字 或是線上 直接打電話檢討 就是我覺得 這是幫助蠻大的一個部分 應該就是何醫師吧 他雖然上課的時候 比較會專注於指證我們的缺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是 讓我們快速進步最大 也最有效率的方式 那他同時也講話也蠻有趣的 那他本身是醫師 也可以補充非常多的 可能是醫界的一些事情 讓我們知道 也可以讓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更好發揮 我去面試總共去兩家 就是中國醫跟實際醫學大學 那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原本想說 教授就坐在那邊 丟一個題目 然後我們就一直回答 教授都不講話 就是可能很嚴肅的在那邊評分 那其實跟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其實教授都人蠻好的 然後也都看著我們都有微笑 其實還蠻友善的感覺 那我有一題回答完之後 教授還有嘴吻 那我就想說 欸這個教授不錯 就是我講話 講完還有一段時間 就不讓我們尷尬 就是還蠻不錯的教授 因為我去的大學都只有MNI 那MNI就是 五分鐘要在這段時間內 盡可能講出自己的論點 那我的練習方式 第一個就是旁邊有同學的時候 我就會想辦法念給他聽 不管他願不願意聽 我就想辦法念給他聽 然後他就會幫我指證出哪裡錯誤 或許是一些吐槽 但是我覺得還是會進步 那如果是自己一個人在家 可能我會上網找考古題 然後自己即時練習 那同一題我會想辦法 把他念到最好再換下一題 這是我覺得比較有用的綜合 征戰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補習班 那老師人都很好 也會願意花課語時間 為我們解答一些 可能面試上相關的問題 或是書室上的一些 民難雜症 讓我回憶兩多 來征戰 我們在醫學系等你 留沒幾個字 我們在醫學系的對方 在醫學系上 小師医師